畫面中的貨車與小轎車 就在狹窄道路上揮車 路寬只能勉強讓兩車交揮 這裡是烏鋒的六谷路 雖然是產業道路 卻是六谷與南北市里一帶 居民往來中頭公路與國道三號的交通捷徑之一 因為路寬不足 因而常上演驚險揮車的狀況 很客人 很多 東口那邊下來的車輛 就車輛 車輛 兩台車就沒辦法照什麼 最過的 剛才上班時間 如果有一個載學生的遊覽車 就踢過一條 整後都踢很長 時尚發生就完結了 當地居民說 每到上下班交通尖鋒時間 這裡交通更容易打街 為了改善當地交通 地方名帶找來市府建設局人員 道場會刊 希望將五米的道路拓寬成十二米 這條六谷路現在是五米而已 叫的道路是十幾米 十幾米可以來康徒完成 相信對我們這頂大六谷 萬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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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峰的鄉親 的所在交通會很便利 也可以帶動我們地方的房東和建設 這個路之前已經有過一個規劃 我們現在希望從六谷路 六谷路從中正路到丁台路這邊 分兩轉來辦理 六谷路拓寬計畫 市府預計分為兩期來改善 地方爭取多年的道路拓寬 市府總算點頭答應 現在居民期盼相關工程規劃 與經費能競速到位 讓用路人往來更加安全與便利 就要來秋風台中採訪報導